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部长就委任国防部长到的是李希少慕定 作为首相处特别任务部长的 目前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揣测 就觉得说为什么有特别部长 是不是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希少慕定捧上来 削弱我们副首相傅奎的权利 都有各种各种不同的说法 但是我们刚刚访问了另外一位我们今天的评论员 黄永安评论员黄永安先生 他的看法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 怎么说呢 很直接的 没有太不需要太多的揣测 直接的情况怎么样 就是其实是为了安全考量 国家安全考量 再赋予多一点的一个职权给他 不只是赋予多一点的职权 而是主要要把这个职权分清楚出来 不要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过后呢 究竟是内政部应该去处理呢 还是国防部去处理 这个很混乱 所以这个黄永安先生的这个看法呢 其实就是主要说 基于安全考量而设立了这个职位 而且为什么选希少慕定呢 因为希少慕定本身就是国防部长 就是这个原因而已 那见上了我们联系到另外一位今天的嘉宾 就是胡一山博士 胡博士早上好 早安 你好 你好 是是 我们今天要聊到这个特别部长呢 就很多人不同的这个说法了 但是最主要大家的揣测 都是认为说这个部长被选上来呢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首相要捧他 然后要削弱富奎的这个权利 有特别的待遇 对啊 有特别的一些拉捧 那你觉得说 你有什么看法 对于这个新特别部长这个职位 这个消息 我看我国其实 最大的在政治上的一个问题 其实跟很多其他英联邦国家的 这个政治问题是一样的 你看 那就是所谓的这个 就是说三权不真正的分立 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不过也不只是我们的问题 在澳洲在英国有同样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选这个领袖的时候 我们是选国会嘛 对不对 对 然后由国会里再推举出一位 所谓能够受到半数以上 国会议员的人选来担任 比如说首相或者是总理 那么既然这个人是 国会议员能推选出来的 那么他当然也会受到 就是说国会议员们 就是说假如有一天不支持他的话 那么就必须下台 尤其是 比如说他的政党是在 国会里占了 这个超过半数 所以他政党里面的 其他议员人不支持他 他就必须下台 我国是这样 英国澳洲也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 譬如说澳洲啊 过去几年几乎每年换总理啊 就是 他换总理定不是因为人民把那个总理 呃 就说选下来 替下来 而是他们党里面窝泥返哦 你知道吗 所以呃 所以呃 英国以前也是这样啊 英国呃 比如说呃 之前这卡麦伦下台 其实呃 很大成原因 也是因为他们窝泥返 所以同样道理 你看 你放在我国来讲 所以当然就会 再加上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民主国家 没有换过政府的哦 所以你只好看那个执政党里面的这种权斗哦 这种执政党里面这种内斗 然后来看说啊 有没有希望 那个首相 会有所啊 就说有所改变的这个人选啊 那么可是这种执政党里的权斗啊 他又不是很明朗的哦 所以你就会只好 用各种的蛛丝马迹 比如说居然正是这样 比如说哦 委任的西山木丁啊 是不是就要对扎西德 好像有所有所警告还是怎么样 嗯 所以你就只好从这种东西来猜测哦 坦白说你说猜测对不对 我们也不知道嘛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 他全 他执政党内部的这个权斗是到什么程度啊 是 所以呢 我觉得这整个制度很有问题了 英国虽然是民主之母啊 可是应该要发展到美国这样的一个制度哦 就是 国会跟总统分别选举的 你 你的党即便如何的不喜欢那个总统 比如说当时共和党不是很排斥这个特朗普嘛 对不对 嗯 可是当选呢 你就没有话好说了 你永远 这事不了永远啊 这四年里面你怎么样努力 除非你弹劾他 否则你是不可能把他推翻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制度呢 对以后就不用大家再拆来拆去啊 是不是又对谁不好印象啊 会不会谁又要拉倒谁啊等等的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对 您说的没错博士但是这个制度要改的话 这可不是就那么简单说改就改啊 他牵涉的可非常非常大一个范围了 对啊 那那我们我们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谈了 我们我们今天能谈到就是说像今天特别的就是这个特别部长的这个事件 您觉得真的有这个必要去选由特别部长出来去handle去处理就所谓的沙巴东部安全的这个问题吗 应该应该这样说吧 嗯 就说明显的呃那几肯定是要栽培啊这个西山啊这个是几乎是毫无疑问啊 嗯 可是你看即便是巫统这样的政党啊 你除了说你的那个最高层的清点之外啊 嗯 你自己也必须在巫统内部的基层啊你肯定也要有一定实力的哦 嗯 就是说你啊 如果我们我们我们说的直接点就是人到钱到哦 哈哈哈哈 你在巫统里面叫人也要到钱也要到钱 钱到是不用说啦 嗯 巫统里面的政治我们的金钱甚至嘛这人所皆知嘛对不对 所以你钱一定要到 可是你钱到你要人到的哦 你人要群去走基层啊 什么甘宝的什么机会开幕啊等等你都要去支持一下啊 嗯 就让大家看到你的存在啦 嗯 所以那么这一点呢看起来好像Zahid是做到比较好一点的 是是常常见到的 嗯 对所以你一时你要说把Zahid办好呢肯定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嗯 嗯 所以你只能这种旁敲设计的方法啊我想要栽培他了 那那为什么为什么手向纳吉呢 会想过要提拔Hishamudin呢 没有啊因为你你你你就说你同一个派系啊同一个这种政治盟友这个没得说什么为什么嘛 总之其实也不只我很喜欢用一些其他国家例子也是一样的嘛就好像某一些我们的我们所看到一些蛮大的国家也是像嘛他他里面党的派系很多嘛是不是你说党的派系里面 我会党领修A和B什么走在一起刚好利益走在一起咯这个也没有的好什么好解释的咯 嗯嗯但但有人就说是因为呃是不是可能也不是因为喜欢或讨厌谁而是纯粹要削弱那个权力削弱这个富奎的权力 因为如果权力太大会影响到这个首相纳吉的这个支持度啊有人这么说的那你觉得这个说法成不成立呢 哇一方面可能也的确是这样不过假如我是Sahi我也会很小心嘛 嗯因为你不要忘记你的前任啊这个叫什么名字啊Muhidin啊是什么样的下场哦是不是 哈哈哈Muhidin只不过讲多几句话而已哦你看下场是多么的悲哀啊是不是 也没有啊自己成立一个政党了啦成为一个政党主席啊哈哈哈 哎呦没有带巫统就是悲哀啦你要正在不成气候啦这个大家新造啦是是是 那个政党的根本都不成气候然后你一没有你一没有你一离开巫统啊马来西亚政治现实就是你离开巫统什么钱什么权都没有了的啊 嗯这个这个你是要遭受很大的这种打击的啊是咯嗯嗯嗯这样我听起来就是胡博士你认为这个其实特别部长浙智 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提拔一下目的而不是真的要解决所谓的这个安全因为安全问题而设立了这个职务 都呃不我我坦白说我觉得两个都是啦都有呃呃一方面肯定是要提拔这个Hisham啦另外一方面而沙巴等等这些地方所面对于安全考量的一切是非常的这个严重 不然你说你要解决这种其实是叫内部安全问题嘛是不是嗯嗯 力不安全問題應該是有這個內政部長解決的 內政部長是誰是Zahid嘛 是不是 所以當然是我覺得兩方面都有的 但是這一方面肯定的是想要提拔Hisham 另外一方面你不要忘記哦 你看過去幾個禮拜啊 什麼蘇聯啊 對不起俄羅斯啊 然後埃及啊 瑞典啊 都面對很大的恐怖襲擊了 所以我們也的確是要小心這一方面了 是咯 OK 那如果讓Hisham 目定現在他已經當上了這個特別職務部長 特別部長 那你覺得說 接著未來在巫統內部 因為很明顯的確實是富奎的這個 呃 勢力應該說他的權力吧 不要說勢力 權力多多少少有點受影響 就像你應該說到可能內政部應該有這樣子的權力 但是現在是特別賦予Hisham 目定這樣子一個職務 讓他去處理這個安全了 那換句話說Jahid的這個權力可能有稍微有了 剩弱了一點 那從這一點來看 你認為對巫統內部來說 會不會引起一些小小的這個漣漪啊 或者是一些風浪呢 因為畢竟Jahid的支持是蠻大的 小小的點滴 小小的風浪等等 肯定會有 如果要講到最後巫統 我就說了兩個因素而已嘛 一個是錢 一個是你人走的群不群群勞了 所以你只要這兩點做好 你炸死你的根基 你是不怕的 你知道嗎 那說到錢的話 難道非常目定他會沒有嗎 也會有啊 肯定有啊 可是你要看到一些商人的買碼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那些商家們呢 商家們有時候會選碼的 就是你選擇支持A 還是選擇支持B 看到形式怎麼樣 你本來支持A 轉去支持B等等 這真是很微妙的 錢不是從天掉下來的 國庫也很空虛 是不是 所以你需要這種商家的幫助 是不是 所以換句話說 看起來 如果這樣子來分析 因為大家都說 現在好像首先要提拔這個群群勞定了 那換句話說 這個資源會不會更多的流向群群勞定去呢 看起來會有這種情況 如果有這種 因為商家很敏感的 商家一看到這種情況 可能支持A 可能會轉去支持B 那麼B 那個資源就更加豐富了 那這樣子會不會也會影響這個即將來臨的這一屆大選呢 影響他們的 怎麼說呢 出現 或者是說 將他們上位 或者是可能整個排陣都可能有影響呢 應該說是這一屆大選 國政狂盛的這個機率 可能性是毫無疑問的啦 那麼只是說 狂盛了之後 由誰來繼續領導而已嗎 這是唯一的 那個問題 是由納吉繼續領導 還是納吉讓位給達西德 還是讓位給Hisham等等 那是唯一的疑問啦 所以 就是說對等的選情是不會有影響的 對 就是說對他們特別的這種個人的這種政治造化呢 可能就會有影響咯 所以 你是認為這個巫統狂盛已經是不用質疑的了 什麼不容質疑 對不起 就是巫統會在這個大選狂盛 狂盛 肯定狂盛的嘛 你一把這個叫什麼 回教黨啊 從反對黨政令那邊拉出來 反對黨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了 好的了 但有不同的意見是這麼看的 就是因為這個特色的這個特別部長 有人就覺得說 好像首相要提拔一下目的 所以現在Zahid本來他的基本盤 他的支持都是非常高的 在巫統裡面 那換句話說 就是人家會覺得不爽 為什麼我們支持的這個老大呢 既然不受這個巫統更大老大的支持 反正他去提拔別人 所以我就是在大選 我就要投你反對票 我不要去投你 有人會這麼看 那你覺得這個可能性存在嗎 不會的 上去選民看兩點 第一看錢 第二就是看宗教 是不是 你現在錢跟宗教站在你這邊 你是包身的 這是好有疑問的 不用再去看其他東西了 這是直接就是看錢和宗教 因為錢不夠就用宗教來補 宗教補不夠再放多點錢 這個一點都不難 用宗教補的話 其實跟伊斯蘭黨合作會更好 如果這樣子會嗎 對啊 所以就是有伊斯蘭黨在宗教方面可以補 意思就是巫統會有可能跟伊斯蘭黨合作 不是有沒有可能 已經合作了好幾年嗎 就是怎麼合作 怎麼合作 一唱一和嗎 這種合作是屬於一種Mutual agreement的合作呢 還是說是大家已經擺明立場的 因為看起來好像不像擺明立場的 基於有一些 基於大家可以相互交換一些利益 是吧 譬如講 當然你要知道伊斯蘭黨他們整個黨的那種哲學啊 他們的那種思維啊等等 你知道嗎 他們他們可能不要求 這是一個你要必須尊敬他們 這個是一個比較有長 放長眼光的一個政黨 他們也不急於說 必須要在這一屆或下一屆大選裡面呢 然後就引起很多國會議席啊等等 然後也就會執政啊 他們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嘛 比較老謀勝算 對 他們會他們會 就說希望啊 有幾個好像根據地這樣啊 然後這些根據地呢 發出呢 很很 發出很強烈的這種 呃 召喚力 然後使到大家會對他們的 這個支持會升高 所以譬如講什麼呢 基蘭丹肯定是他們的一個根據地 對 對 那麼假如加多幾個啊 上次甚至拿下幾打嘛 對 所以譬如講你跟巫統來一個 我不敢說妥協啦 大家一個君子協定這樣啊 是不是 嗯 比如說在 在多一兩個週啊 你 Either讓我能夠執政 或者是參與你巫統的執政 然後在聯邦的層次啊 你巫統最度重視在聯邦 國會那邊是可以繼續執政啊 對不對 嗯 所以呢 在聯邦的層次 我不是讓你一點咯 這個 甚至認為有需要的話 我不是譬如說 本來是巫統跟某個反對黨一對 我也加進一腳咯 分散反對黨咯 是不是 跟大家多好吧 你知道嗎 是是看起來好像可以這樣子分析 但是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可能性有多高呢 就是說巫統會和伊斯蘭黨來配合來合作 他可能性有多高 他不用很正式配合的你知道嗎 他只要不 只要不二言相向 大家就醒目知道他們是配合了的 哦 是這樣子來定這個標準 對不一定要開個計程會 這時候我們結成聯盟咯 哦 他只要某種程度上不二言相向啊 然後大選的時候大家意思意思啊 知道啊 比如說大選的時候不罵來罵去這樣啊 你就知道了嗎 雖然可能同一個議席都會有這兩個黨的人出選 可是不罵來罵去嗎 你這個已經在上次的那個 雪蘭兒州以及霹靂州的兩個國會選區看到了嗎 有三角章 很奇怪的哦 是 武統跟回教黨啊 不罵來罵去 反而是回教黨跟那個回教分裂黨罵來罵去 是他們的默契嗎 可能我覺得不罵來罵去的原因是他們的課題 基本上沒有沒有這樣子可以罵來罵去 因為因為你看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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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呃 呃 呂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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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e 当初理的不一样 所以你想想看 假如在大选出现在的情况 结果那两个一席都是国阵营的 是吗 通常是这样子 所以内乱的话是他们自己活该 对啊 所以这样子我们看回今天 我们稍微离题了一点 那看回来之后 就是这个新特别部长呢 好那现在记者已经选出来了 对 就是看起来 根据您的分析来说 就是这个纳吉他确实要提拔 这个希莎姆丁 那Zahid那边 但Zahid那边 他其实是说他出的这一封罕见 他也支持说 要让希莎姆丁来这个怎么样做 所以你觉得Zahid本身是 真的发的内心支持呢 还是说他这个是没有办法 必须关话 他必须要这么做 OK他知不知 这个只有他知道了 不过这样的情况我问你 假如是你 你会怎么样 他说我强烈反对啊 是不是 他是哑巴吃黄连吗 意思是 所以你肯定要说你支持的嘛 那你说我强烈反对 嗯 他当然不是说强烈反对啊 就是说他也可以不要说任何东西啊 你不可以这样的 这种官场 有官场论 你会乱来 是所以换句话说他也没办法我会用哑巴吃黄连 总之这是他必须说的一句话啦 我只能够这样说 嗯 是咯 好 他心里面怎么想只有他知道嘛 对不对 是是 所以总之这个东西呢就可能会看起来对马来西亚的 应该这样讲啦 嗯 随着这个伟人呃这个就说呃呃怎么说啊 西山作为呃不管是世界或者是隔代的机车人的地位已经确定了啦你知道吗 嗯 就算下一届选举以后比如说纳吉呃不再做 Zahid上去做首相 那么西山也肯定是副首相啦 你明白意思吗 肯定 这个是肯定吗 搞不好到时Zahid又有自己的心目中人选呢 我是觉得这个应该 OK OK 那那那那那那那可以啊可以肯定可以 那不是再来一个好像蹲马这样咯 然后你你把现在蹲马所做的行为拿据来做这样咯 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又再重复到历史重套 哎马来西亚什么没有可能性 嗯 啊国父可以去去去去反那个那个持政党的什么我们都没有是不是 也对对 不过这也是好的这个肯定不是坏事重是民主的表现吗 嗯 有民主才有想反来反去吗 没有民主这一人堂了吗对不对 是是是是 那那那看起来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啊 您觉得首相纳吉是不是已经有着要退下来的这个盘算 呃我应该我想应该是这样说就是说 嗯 现在像我们人不管有没有事情就要买保险啦对不对 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买保险之局啦 嗯 那么我们买了保险不一定我们就说哎呀意外赶快要来嘛对不对 嗯嗯 所以同样的道理这个是一个买保险之局 无以丑谋啦 那么我啊我我我重心的认为啊首相要继续做下去的这个决心啊 嗯 他是很坚决的啊是啰 他是比较坚决的啦 他是很坚决的 而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下 嗯 若一个首相他要继续做下去 他的各种资源啊等等都有都有他来分配的情况下 嗯 也很难把他拉倒的 明白嗯 Abdulla不同Abdulla是因为我看他这样放下去的决心不够了 所以下次就可以拉跑了是啰 是是除了决心可能还要支持啦 我觉得就是要部署要部署 啊还要资源最要紧是资源 对对对 好那那胡博士感谢你的接受我们访问 OK 好的 再见 OK 谢谢 嗯嗯 是那那当然就是当说到这个资源等等呢 其实资源在对在在乌统 我非常认同啦这个一点资源是很重要的 但是别忘了支持度也很重要 但是从该分析看起来 如果是根据胡博士的说法呢 就是最后这一道说法 呃确实首相可能 你会有另外想法了哦 就是说为什么有安排特别部长出来呢 他就可能相呼应了 这个说法就相呼应了 就跟之前的说法相呼应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要 削弱 呃富贵 对他的这个Zahid的一些势力 就让呃这个 这个Hishamudin上来 但是他不见得一定会把位传给Hishamudin 说船好像不太对 因为这个好像说成是他的东西去了 但是实际上你整个呃 从过往到现在为止 就是好像是指定 我想要谁上来谁就上来 感觉是像船 只是不成文规定而已吧 对不对 嗯 所以我想说就是如果根据这个 这个胡博士的一个分析来看起来 那在综合我们呃 这些所谓的房间的一些各种推测 他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OK 就是说纳吉他可能就是为了要更巩固自己的地位 而有了这个新的特别部长 但同一个时间一键双雕 是怎么样呢 就刚好借助现在沙巴东部的这个安全问题 还有刚刚像胡博士提到的 其他国家外国的这个恐怖袭击的这个问题 为了国内安全考量 所以他同一个时间有在这方面的解说 让他可以更顺理成章的把Hishamudin拉上来 对 OK 那同一个时间呢 当然也别忘了 就是黄永安先生他也提到他的个看法 有可能是我们想太多了 大家都想太多 其实就很直接 就是为了安全考量而已 你必须要有一些紧急状况来应对这个局面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搞不好发生问题的时候 究竟权力是由内政部长来管理呢 来来决定呢 还是由国防部长来决定 如果如果是在这么紧急状况出现这种混淆的话 每一秒都是黄金时间 你你少了这个黄金时间的话 你错过的话你搞不好就会变成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难解决了 甚至有人提到说为什么是Hishamudin而不是提到部长呢 就是因为他是国防部长很直接他掌握的军权是最大 第一第二个点就是他在这个MH370的这个事件呢 对他做得非常漂亮 换句话说其实大家好像忽略了料钟来了 我们的交通部长好像没做到东西吗 难道 怎么说Hishamudin就是有一些好处 得到了好处 这样子好像就就就就往就往这个马华 马华总会长脸上刮了一个额光去 这是另外了 但但如果从这一点这些种种分析看起来呢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一个实际上纳吉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除了他自己说之外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能够通过这些蛛丝马迹来揣测 但是这些揣测分析分析起来呢 都有两方面的可能 要么就是我们想太多了 要么不是想多 就是这么一回事 纳吉首相纳吉就是要他 首相纳吉这边可以有两块说法 要么他就把一项目定捧上来 要么就是说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 目的是要削弱这个Zahid的 会不会以后他就会给更多任务赐加目的呢 不知道 这个如果他要累死他的话 可能可以 目的要累死他 可以给更多任务吧 那今天呢 就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了 就黄永安先生 还有回忆山博士 给我们做了这些评论和分析 那我们明天呢 继续这个天马星空 希望这个特别部长呢 可以把这个特别任务处理更好吧 OK 明天见 拜拜